左贵总统在执政的最后两个月 于今天改组了三名内阁部长 并且任命了一名副部长和三名机构主任 左贵总统在仅剩两个月的执政期 又再次进行内阁改组 三名新任的部长分别为 苏普拉特曼接替法律和人权部长劳利 巴赫里尔接替阿利芬担任能源和矿产资源部长 而罗斯兰则接替巴赫里尔出任投资部长 除此之外 左贵总统还任命了 安卡担任通信和信息部的副部长 哈善为总统府联络办公室主任 达旦为国家营养局局长 达鲁纳为食药监督局的局长 达鲁纳为国家营养局局长 达鲁纳为国家营养局局长 达鲁纳局局长 达鲁纳局长 达鲁纳局长 达鲁纳局长